小姐 不好意思 是妳叫著車嗎 搞錯了吧 我是叫Uber 我沒有叫李醫師啊 什麼李醫師 我又看到你 我不是李醫師 我是 Uncle 好了 好了 我是司機大哥 我沒有 我要看到你 我就想到我過世的長輩 好了 要不要上車 對 趕快 我去前面的超商就可以了 前面超商幹嘛 對 因為我就是接到 早上接到我 我爸傳給我的訊息 就是等我把錢匯過去給他 繳完了這批遺產稅 因為他在美國當特務 當得很辛苦 不能講 他這個是秘密 我知道他是軍官嘛 對 或者是吳國界醫師 對 對 他很辛苦的 然後他是 他忙著大家跟我談戀愛 遺產稅如果給他以後 我們兩個就可以過 快樂到兩個時 他就自由了 妳就幫他小心 對 太好了 我跟妳講 妳這個故事我聽太多了 是哪個我爸那麼會挑人 什麼 我以為 他是介於我的美貌 妳說什麼 妳怎麼可以這樣挑撥離間 我的我爸怎麼可能會這樣對我 妳 妳是不是嫉妒他 妳是不是羨慕他 怎麼了 妳是不是也想要我幫妳小心 太好了 其實說真的 我等這個機會很久了 沒騙財 只騙色 那就是我了 是你 有點油膩 油膩 有點油膩 我們還是來錄影 還挑就對了 尋找一些 我也是可以挑的 是不是要來錄影的 要 好 歡迎收看 好 今天的職業挑戰賽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計程車的駕駛們 對 我們親愛的問獎 其實根據交通委員會統計 多元的計程車 在今年2024年的數量 已經達到了 贊助所有車輛的比例 是達到31% 包括有UBER品牌的加持 還有一種半自駕的 就我平常可以去開多元 然後我每次 我也可以當自己私駕車 因為這種車 我也不用加上面的這種車頂的 然後車身的顏色 限制也沒有這麼多 所以這一些呢 這種多元的計程車 發展就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數量越來越多 而且呢 司機大哥們都很辛苦 有的時候 一天要開10到12個小時 對啊 多 每天遇到各式各樣的乘客 看盡人生擺攤 真的 我們來聽一下 他們的職業的辛苦攤 是 其實你問他們本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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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他的新聞 在當時是有一點多 很多 對 頂尖司機歡迎馬國畢 畢哥好 來 雷雷大家好 歡迎莊文柔 隆哥 歡迎 還有我們其他 陳茂瑜 婉雲妹妹 我們到對面最強問獎 黃紹古 來 王國春 還有黃靖鴻 要是還要問一下畢哥 當時 對 當時新聞很大 我說你開Uber的新聞 對 跑去開Uber 對 有遇過什麼 你想不到他怎麼會來坐車 我有遇到比較特別就是 晚上有上來兩位 就是男性朋友 但是他們也是 喜歡男性朋友的朋友 然後就喝得有點茫 然後就坐在我後面 然後就對我毛手毛腳 真的是你耶 對你 對 喝得有那麼醉 喝醉了 真的 真的有醉了 還是你有戴太陽眼鏡戴口罩 沒有 晚上 晚上 對 然後他們就對我毛手毛腳 而且你這樣也沒有辦法 用刹車啊好像什麼 其實我是就是 油門 也是我覺得以客為尊啦 然後當然就是 就只要衣服拉低一點 讓他去 幹什麼 他在開車 以客為尊 不是 因為那個Uber 他沒有什麼小費制 如果有小費制 我可能就 就直接 對 就是 就是有時候會遇到客人在騷擾我們 是 那晚上遇到女司機 那更可怕 晚餘會常在晚上開嗎 你會不會晚上就乾脆休息 都用開的 都開到晚上 一整天 就是有很吃香 有很困擾的地方 很困擾就是被騷擾 比如說有客人說就是要回家的路上 但是他就是 比如說快到家了 可是他那個同一個平交道 已經到了第五次 第六次了 然後大哥 你們家到了嗎 然後他可能 他就說還沒 他就說停路邊 他可能只是想要跟你多聊幾句 或者是說 想要跟你要個Line跟電話這樣子 對 妳有跟他講說 那時候還沒 那時候還沒 對 那最強的問獎這一對呢 少谷啊 我剛剛聽到馬哥 他剛剛分享的故事 我突然想到就是 我有一次開車 然後在台北 有一個大哥上車以後 他連路都跟我聊一些 真的 他都一直問說 那個生子欣 等一下聽說 那個就是男生都有幾公分幾公分 你有嗎 就是在跟我聊這個東西 突然就開一顆開一開 他為什麼會挑你問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重點是他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就 然後說 大哥你幫我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病 然後他之後就 我不知道 對 但是在那個 因為是晚上大概 我記得是大概十一 二點的時候 天啊 就很晚 然後他下車以後 我那一天就有一點就是說 我以後還是不要開夜車好 對啊 對 就是不知道那些狀況 而且他也感覺會把你車弄髒了 對 就是他已經脫掉 亮出來 對啊 就是亮出他的人間胸肌 對啊 你也不知道 而且少谷還會常常在那個 上車的地點徘徊 對 那我問大哥要凹人才會搭他的車 我想看一下大哥幾個月過後 有沒有成長了一些 對啊 那個很可怕 他也很危險 國春應該比較好 因為你有練過 有 沒錯 但是我遇到一個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曾經服務到是就是 一對算兄弟 他哥哥帶著小弟這樣 然後他是在便利商店叫車 結果他上車的時候 我看那個哥哥嘛 他是他做副駕駛 他拿一袋那個 用報紙包的東西 我本來以為是青菜 然後這個可能 返環市場買青菜要回家煮 因為菜有水分嘛 菜有水分是不是包住 對 但他上車還沒報地址的時候 把他拿起來撐到地下 我就說菜哪裡有這麼硬的 是甘蔗還什麼嗎 後面 要出發前 我就是用眼角魚光看到 他是一把刀 跟一個鋁棒 哎唷 他要去輸贏了 所以那時候我玩了有點緊張 我就 我就問他說 你要去哪裡 他說等一下我暴露 然後結果他就在暴露的時候 他就跟他小弟講 等一下後下車就給我炸 哦 要炸電 就說要炸電我就完蛋 那時候就陷入了天人交召 我到底要報警 還是叫他要怎麼樣 因為你也不敢 你只是司機啊 等一下他群魔亂舞 這樣亂灰 哦 就很緊張 就是才好到最後這個任務結束 他沒有炸 搞不好還少到颱風尾 對啊 他到最後也沒有炸 有時候他只是嚇唬別人 他只是後面講好 就沒事了這樣 我跟你講 最悲情的要來了 咦 好不好 王進化 對對對 其實因為他講了什麼 你都會覺得說 好可憐 一定就是他遇到的 對 對不對 人家都笑笑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排在火車站 排班 然後那時候 火車站很多老司機 火車站會讓他去排班 對啊 很多老司機 那個不都是很資深的大哥嗎 對啊 看到他就 妹妹啊 你把他排 而且他們是有一些組織的 他們有過去 每個人都有過去 每個人都有故事 對啊 對啊 你在火車站排 然後那時候是晚上 快11點吧 然後就遇到那個外籍的 移工 小姐 就是要去高鐵站 可是我們高鐵站不在市區 我們台灣高鐵站在新浦 對 所以過去要半個鐘頭 然後他的時間就是 他要大的時間根本就來不及 所以後面就轉去他的宿舍這樣 然後路上一直哭一直哭 我想我到底在哭什麼 然後後面他可能先生打 打電話過來打私訊 因為他擴音很大聲 然後可能就是聽到 有小孩子的聲音啊什麼的 就是想說 是不是 那個 要回家來不及這樣 因為他們可能偶爾放假回家 他們住雲林這樣子 我想說 好吧 11點多 我就跟他先生說 那 這樣吧 3千塊我佔你老婆回家 回雲林喔 回雲林 3千算很便宜 很便宜的啊 跳表正常應該會5千多 跳表會5千多塊 在南彰化也快靠近雲林了 如果到淘機的話 基本上跳表會超過5千多 其實也是一個服務的行業 好不好 盡量保持車內的和諧 真的 而且蚊蔣大哥也很辛苦耶 因為有時候他們可能 一整天都在車子裡面 對啊 然後也沒時間休息 那我們今天呢 很感謝兩隊 撥空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啦 兩邊競爭獲勝的隊伍 有機會可以得到 10萬元高級家電喔 好 一起進入我們 勞力對決 便便便 謝謝 馬國畢只認識周梓若 因為生長在同個年代 電影赤壁 飾演諸葛亮的人是誰 B 正確 2024年青龍系列大獎 最佳女主角是由誰獲得的 B 韓孝宗 錯誤是 哪一位演員 沒有演過《倚天屠龍記》當中的 周梓若 B 李洛彤 正確 李洛彤只演過《小龍女》 周梓若那一題比較適合畢哥 畢哥 對 畢哥你也喜歡這個 對 他是在看周梓若的沒有錯 差不多 真的 好 今天計程車司機職業挑戰賽 要考驗的是 生活觀察家 對 我們平常在車子裡面 透過後視鏡可以對客人查驗觀色 對 然後看到車外呢 一些景象也要清清楚楚 對 要小心因為馬路如虎空 而且你看他前面有塞車 你馬上頭腦裡面就閃過 哇 很多條路可以走 對啊 不一定要走這一條 沒錯 所以我們的靈機應變 還有觀察力都很重要 是 那這一題考的是圖片題 待會兒如果聽到請搶答就按鈴 知道就按鈴 好 老師請出題 好 這個圖案呢 中間這個字是什麼字呢 請搶答 它是一個交通號字 交通號字 好 來 效果 停 停嗎 停應該是一圈 唉唷 唉唷 打槍喔 唉唷 所以你的答案是 停 停 這個答案對不對 停 抱歉 答錯 來 頂尖司機隊 你們的機會來了 停是應該圓圈 對 靜止的 是 意思 三角形是警示 所以應該是告訴我們要慢 這講得好有道理喔 真的喔 可是這個應該考駕照的時候 應該都考過啊 對啊 這應該我們都知道 可是 少谷 你的駕照是 不用踢腿晃的 太久了就習以為常 也一時之間想不到 所以你的答案是 慢 慢這個字對不對 對 好 恭喜答對 YA 好 那這個是警示 警示 紅色三角形 好 我們換人搶答 目前1比0 來 下一題請出題 這一個呢 汽車駕駛執照登記書 那前面兩個字是什麼呢 請搶答 暗龍嗎 暗龍 暗龍 來 根據一個職業駕駛 我們覺得前面 應該也是放職業兩個字 會比較合理 職業 汽車 他剛剛前面很嗆 根據一個 他就表示說 如果對面叫職業 他就根據一個 小燕燈 不好意思 對面是 就算謙虛了 太資深了 前面會不會是職業兩個字呢 來 職業 恭喜答對 職業 汽車駕駛 好 這就是大家去考試機 需要考的嘛 對 我們平常普通的駕照 就是考一些交通號碼 但是你們好像是要多一項 叫機械常識對不對 對 對 我們入考會多一個 我記得S型 叫做取向掉頭 S型進去 S型還要倒車出來 這是一關 這是其中一關 還有駕照 我們有一關 接到就是一個S型進退 然後多一關叫做 取向掉頭 你要開進去之後 左轉 馬骨 再左轉出來 右轉出去 對 很厲害 就T字 因為他考了八次 所以他印象很深 對不對 有嗎 對 沒有錯 對 因為現在 尤其是職業汽車駕駛 他們在考這個執照的時候 會比一般再多了交通規則 以及機械常識 然後路考也不一樣 還有一點很重要 你只要轉彎 你沒有打方向燈 就直接下課了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也是安全性 你只要任何你要變換車道 你要左轉右轉 一定要打方向燈 沒錯 因為你要到職業級的 而且一般的可能 他給你是 製小課可能給你 五年到十年 對 職業的好像每三年要換 要換一次 還要做體檢 就是我們坐計程車 後面不是有一張照片 那個職業登記是每年都要去審驗 那個是每年都要審驗 那個是負證 計程車它前面那邊 就是副駕駛桌前面那是主要的主證 那你坐在後座給人家看 椅背後面那是負證 對 他一年超清楚的 有的時候你看那個照片 可能是年輕人 他開的可能是老先生 對啊 為什麼 又或者說照片是老先生 開車的是年輕人 對啊 為什麼 OK 了解 他有這樣子用的 我們換人搶答 來 王晉隊 王宇 下一題 請出題 好 這個四個字 是哪四個字呢 這個徽章 對 來 請搶答 來 王宇 交通警察嗎 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 這四個字 對 不對 恭喜 答對 真的是交通警察 真的是 整個所有人是交通大隊 不好意思 平常在路上沒有看過這四個字 對 我們都很 我們跟他一個手法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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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都 因為其實在 我們有警察也有交通警察 那警察呢 通常是別在左邊 所以他是 是鴿子 對 左臂的 壁上 而且是鴿子的 鴿子的 鴿子的一個鴿 鴿子的鴿子的鴿子 交警的話是別在右邊 對 最主要是他在指揮的時候 你也比較看得清楚說 他是交通警察 是 不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那個好像異交 不然偷偷右轉 有些人看到異交就會不理 看什麼 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對 好 那我們這一個回合呢 恭喜頂尖司機隊 3比0直弄大隊 對 卡分數相當的慘烈 對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職業挑戰賽之 不是A就是B 好 自己神稱司機 職業挑戰賽之 不是A就是B 我們的全新單元 是 兩隊各派一個人上台 一對一PK 好 待會兒答案出來 我們答案選項不是A就是B 大家就搶答 答到了就直接說 你選的是A或B 那這題錯了就沒有了 對 然後就一回合有實體 累計分數 對 對 我們總共最後的勝負 是三個回合30題 你總共答對了幾題 對 所以有可能你回合數2比1 但是你總分是10比8 那你還是獲勝 還是算最後總算 我們算的是總分 不是回合 對 對 對 而且呢每個回合就有四大題庫 四大題庫 那第一回合獲勝的隊伍 可以優先選出自己呢 綜藝的一個題庫 對 來畢哥你們想要選四個題庫 哪一個呢 來 時事題 生活題 隱事題 還有旅遊題喔 隱事題其實我最陌生的 你最陌生嗎 你最有陌生的 最熟悉 那我們就先把陌生的人 我就把它挑戰掉了 好 隱事題 隱事題 你們派出的選手是 嘿 我 畢哥 來 這邊呢 你們 隱事題誰比較有把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對啊 這是隱事題 因為王靖灘是對於火車站的生態 會比較熟悉的 對 好 那就是畢哥對上我們的 黃少谷 請就位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不是A 就是B 請出題 畢哥 B Mr Chu 錯誤 Mr Chu是A Pink演唱的 蛤 圖片題 請問誰飾演的角色是乾隆皇帝 3 2 1 A 少谷 B 正確 就是如意傳的乾隆 哦 圖片題 韓劇背著善宅跑的女主角 是由誰飾演的 3 2 1 少谷 A 正確 韓國歌曲 晚安大小姐的演唱團體叫什麼呢 A ASMR B ASMRZ 3 2 1 倒鼓 B 正確 圖片題 電影赤壁 飾演諸葛亮的人是誰 3 2 1 少谷 B 正確 正確 梁朝偉演的是周昀 2024年青龍系列大獎 最佳女主角是由誰獲得的 A 浦寶英 B 韓啸舟 3 2 1 B B B 韓啸舟 錯誤 是浦寶英 圖片題 下練哪一個歌手的出生地 在馬來西亞 3 2 1 少谷 B 梁靖茹 正確 哪一位演員沒有演過《倚天屠龍記》當中的周芷若 A 周海媚 B 李若彤 3 2 1 B哥 B 李若彤 正確 李若彤只演過《小龍女》 演習攻略當中 魏英若最初跟誰互相愛慕呢 A 覆察覆衡 B 圓春旺 3 2 1 少谷 A 覆察覆衡 正確 你怎麼都知道啊 我猜了 誰有參加過選秀節目《生靈之王》呢 3 3 2 1 少谷 應該是A吧 正確 A是李佳歡 B是他的姊姊李佳薇 對 好 回合結束 哇塞 太強了啦 是… 我是說我演藝圈真的不是那麼熟 是… 然後目前的比數呢 頂尖司機隊拿到1分 然後我們最強運獎 竟然拿到7分 7分 7分1分 來 兩隊請回座 來 謝謝 沒想到第一個回合差距就這麼大 是 沒有錯 那可以說是我們最強運獎隊 扳回一層 是 其實影視體都還滿簡單的 對 而且都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李若彤那一題比較難 對 因為演過周梓若的 周梓若那一題比較適合畢哥 畢哥 畢哥 畢哥那一題 對 他是在看周海妹的沒有錯 差不多 但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周海妹 已經演到滅絕師大 滅絕師大 剛剛就有點搞混了 周梓若 都有演過 因為周海妹當年的周梓若 被金庸作者本人評為 最美的周梓若 對 所以這個我有印象 是 好 那我們這一回 目前運獎的7分領先 換你們選主題 沒還是拚 怎麼猜都錯 徹底打擊運獎的星星 土耳其的首都是哪一個城市呢 B 伊斯坦堡 錯誤 土耳其首都是安卡拉 台灣的國外旅遊警示分歧 共分為幾級呢 B 五級 錯誤是四級 全球最佳旅遊國家 第一名是哪裡呢 B 西班牙 錯誤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西班牙 不是 很納悶喔 其實這幾個國家治安都 就很納悶 都要加油 好 那我們這一回合 目前運獎的7分領先 換你們選主題了 好 隱私題已經被選掉了 時事生活旅遊 你們選哪一個呢 我覺得像我們司機 跟旅遊是相關 所以這一次我選旅遊題 旅遊 旅遊題 那是國春出來印上 好 沒問題 國春 對面這一隊呢 我們派出的是我們的 鰻魚妹妹 鰻魚 鰻魚 最強孫婦 兩位請上寶座 勝勸在握 加油 不是A 就是B 請出題 圖片題 請問下列哪一座島是龜山島 3 2 1 鰻魚 鰻魚 正確 A是基隆嶼 B是龜山島 土耳其的首都是哪一個城市呢 A 安卡拉 B 伊斯坦堡 3 2 1 鰻魚 B B 伊斯坦堡 錯誤 土耳其首都是安卡拉 圖片題 下列哪一個景點位在英國 3 2 1 國春 A 正確 A 是巨石鎮 B 是磨岸石像 圖片題 下列哪一個是冰島的國旗 3 2 1 鰻魚 鰻魚 B 正確 A 是挪威 B 是冰島 好像 也太像了 2024年7月15日 台灣成為哪裡的免簽證國家之一呢 A 泰國 B 越南 3 2 1 A 泰國 A 泰國 正確 為什麼都要我 在日本吃飯時 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呢 A 和他人共吃 B 夾菜給他人 3 2 1 B 夾菜給他人 正確 台灣的國外旅遊警示分級 共分為幾級呢 A 四級 B 五級 3 2 1 1 1 柏春 B 五級 錯誤是4級 在飯店房間門口掛上D&D的牌子 代表什麼意思 A 請勿打掃 B 請勿打擾 3 2 1 碗魚 B 請勿打擾 正確 圖片題 下列哪一個是凡爾賽公 3 2 1 碗魚 B 正確 A 是大英博物館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名單 全球最佳旅遊國家第一名是哪裡呢 A 美國 B 西班牙 3 2 1 國春B 西班牙 錯誤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西班牙 怎麼會 好了 實題也到了 國春搶到的不多 但是全部好像答錯 他們剛剛第一回合的領先 可能會被拿走 這一個回合晚於6比1獲勝 謝謝 兩位請回座 剛剛有沒有答對的嘛 第一回合遙遙領先 結果第二回合馬上6比1了 戰況又陷入膠著 土耳其的首都其實是安卡拉 因為我們大家都覺得是伊斯坦堡 大家想說去玩就是伊斯坦堡 對 其實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 經濟 文化 金融 還有新聞以及貿易的中心 但是當時土耳其的國部 他為了要平衡整個土耳其的發展 所以他在土耳其的國土 選了一個最中心的城市來當首都 就是安卡拉 對 它避免城鄉差距過大這樣子 那台灣的國外旅遊警示呢 總共分為四級 譬如說像某一個國家 有那個租宅事件 或是戰爭的關係 或是疫情的關係 他們那些國家 我們的旅遊警示 都會亮不同的燈號 對 就會提醒你說 非必要的話不要去 對 或是去 哪一共分四級 四級 或者是去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那國村以為是五級 五級 他多一級 想到別格 想到別格 台灣啦 台灣就是四級 會亮燈這樣子 那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名單 它其實是根據這個國家的 基礎建設 治安資源 還有永續的發展力 以及勞動力 去評估 想不到第一名竟然是美國 然後第二名是西班牙 2024喔 很納悶喔 其實這個國家自然都 就很自然 都要加油 但會不會就是因為大家常去 對 所以發生的案子也多 也會多 有一些如果譬如說冰島 治安很好 因為不會有人 沒什麼比較少人去 這樣子 對 好 這列為參考 好 那我們現在選擇選 又回到你們這邊 你們現在輸一分 輸一分喔 很重要喔 OK 對 那你剩下 他已經選十四跟生活 十四跟生活 十四跟生活 那種感覺很懂耶 那我們就來個十四題 十四題 我有 我決定是 因為他要選生活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生活 過得很好 非常會注重生活 十四題 文龍 那一定就對上王晉 加油 加油 王晉晉製造十四題 對 請就位 不是A 就是B 請出題 圖片題 2024英國大選 是由誰勝出呢 3 2 1 來 A A 正確 A是施凱爾 工黨的 最近爆紅的金秀賢樹 在台北市的哪一區呢 A 中山區 B 信義區 3 2 1 放進 B 信義區 錯誤是中山區 在美提河濱公園附近 歌手 Celine Dion 被診斷出 罹患的什麼疾病 A 劍洞人症 B 僵硬人症候群 3 2 1 文龍 B 僵硬人症候群 正確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因為出現了什麼生物 造成珊瑚白化 A 海星 B 水母 3 2 1 文龍 A 海星 正確 疾冠海星 棒球球員張玉成 目前隸屬於哪一支球隊呢 A 中信兄弟 B 富邦漢將 3 2 1 文龍 B 富邦漢將 正確 台灣職業籃球大聯盟的 英文縮寫是什麼呢 A TPBG B B TPBL 3 2 1 王晉 A TPBG 錯誤是TPBL 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 屬於哪一個黨派呢 A 共和黨 B 民主黨 3 2 1 王晉 A 共和黨 正確 圖片題 2024歐洲國家盃獲勝的 是哪一個國家呢 3 2 1 文龍 A 西班牙 正確 B 是英格蘭 都市區經常出現什麼效應 使溫度高於周圍的地區 A 熱浪效應 B 熱倒效應 3 2 1 A 熱浪效應 錯誤是熱倒效應 圖片題 韓國女星炫雅 10月要跟誰舉行婚禮呢 3 2 1 王晉 A 錯誤是B 龍 俊 合 好 回合結束 好 好刺激 這有來有往 因為勝負就是在看這一組 對 有來有往 我們先請兩位回到隊伍上面 到中間來公布 好 謝謝各位 好 一分 謝謝兩位 真的嗎 前面已經只差1分了 對 這一個回合有來有往 最後的比數到底是多少呢 恭喜我們運獎隊這邊 10分 總分數是10分 剛剛那一回合是2分 司機隊剛剛那個回合拿到4分 所以追平的比數 又反超前逆轉勝 拿到了11分 好 恭喜自己的堅持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最近爆紅的金秀賢樹 是在哪一區 對 在中山區 在美堤河濱公園的附近 那就是因為前陣子金秀賢來台灣 然後他會自己自拍 結果你知道粉絲的眼力有多好嗎 他在一棵樹枝前面自拍 一拍粉絲看照片 就知道那棵樹在哪裡 然後粉絲就跑到那棵樹那邊 就說這棵樹真的也好漂亮 一看就覺得很特別不一樣 然後去那邊打卡 也給他命名那棵樹叫金秀賢樹 對 很特別 那去沒有看到金秀賢 可能會看到我 對 我也會 好 我以為你要說林志賢 大家已經回去了啦 就希望說這一顆的觀光效應 有像當初的金城武術那樣子 對… 好 那我們這一回合呢 恭喜頂尖司機 是我們待會挑戰組的A組 接著進入職業挑戰賽之 百變終局之戰 兩賀群登上小巨蛋舞台 減價售出還有好力強盛 環島一號線 主要是拿兩條省道當作主軸呢 台一線跟台九線 正確 台北市最高的山是什麼山 七星山 正確 小巨蛋開演唱會 規定要有多少元以下的票價 低於800元的售價 所以現在很多大家就低於800元 所以大家最低就800 如果梁鶴群可能 第一筆 第一筆 還送一罐礦泉水 還不錯 好 頂尖司機隊派出的是 最強孕婦陳婉瑜 恭喜同我們的A組 你們將有99秒的挑戰時間 是 獲勝的話 10萬元加電有哪一些呢 恭喜今天獲勝可以得到 AI智慧頂級按摩沙發 還有鋼板變瓶三層冰箱 以及50吋4K一斤顯示器 可以 當然啦 你只要習慣 我們厲害的關主就可以了 是 是 我們今天的關主有兩位 首先第一位是 國際法律律師 尤傑彥律師 OK 接下來是 國家高考營養師 方慈生營養師 謝謝 歡迎 這邊資深運獎 對上 資深的關主 對 有到為什麼特別強調資深 你們是個老組合啦 對 沒有他們算是經驗豐富啦 經驗豐富 因為懷孕嘛 對 要給他一些Bonus 所以我們有三張技能卡給你選 好 那首先 第一張關鍵10秒 是 待會呢 我們在官方的15庭暫停之後 如果你有這一張 你可以決定要幫你自己加10秒 或者是call他們10秒 因為我們是時間賽制嘛 誰先規定誰就輸了 再來火力加1 雖然你現在本身已經加1了 如果 你覺得一個人打不夠的話呢 你可以選你的隊友 你們兩個人上去打 來 再來是關主連打 如果你抽到這張卡 隨時任何時候你把牌舉起來 我們就會幫你把時間暫停 輪到他們打的時候 他們要答對兩題 才Pass過來 想必這兩題一定消耗他們很多時間 對不對 所以這張卡也很好用 以上就是三張技能卡啦 那三選1 最想選到的是哪一張 火力加1 火力加1 真的嗎 你好像不太了解你的隊友喔 你是指畢哥還是文榮 其實他們兩位都滿開心的 那請點出你要選的是哪一張 好 這張 這張 不錯喔 他選擇的是這一張 對面兩位 您怎麼看 不敢看 不敢看 代表他們會怕 會怕 好 就是這一張嗎 確定嗎 要不要換 不換 確定 就是這一張啦 好 你看你沒有選到的這兩張 好 太棒了 你太棒了 其實這張沒有選到 我跟你講 切那張真的 他們兩個真的 你放棄他們兩個 不會啦 人家文榮上面也表現不錯啊 對 你們兩個太逆轉了 好 來 豪華加電池 拿出來了 準備了 而且都是現貨啦 好 只要那個贏了 馬上就可以帶走 對啊 對 你真的耶 一般還要叫小八塊 他媽也站不下了 對啊 準備好了嗎 好了 老師 請出題 2024奧運 台灣男子雙人羽球 有李洋跟誰搭檔呢 王麒麟 正確 新台幣500元指鈔的正面 是什麼運動 棒球 正確 環島一號線 主要是拿兩條省道 當作主軸呢 台一線跟台九線 正確 舒淇 劉亦菲 王祖賢 誰不是在台灣出生的 劉亦菲 正確 在台灣自行車騎到騎樓 最高可以拔多少呢 PASS 下一題 小勞伯道尼 將出演漫威哪一個新角色 這PASS 下一題 台北市最高的山是什麼山 七星山 正確 演員金城武的姓氏是什麼呢 金城 正確 八大行星當中 哪一顆被稱作地球的姐妹星 天王星 下一題 蘋果電腦的教育優惠方案 是從每年的幾月開始 七月 正確 小巨蛋開演唱會 規定要有多少元以下的票價 PASS 下一題 以所預言的北風與太陽 最後是誰贏了比賽呢 太陽 正確 解答尼浩行駛的目的地 是哪一個城市 英國倫敦 下一題 鋼鐵 普遍是以鐵 跟哪一種元素組成的 碳 正確 霍爾的移動城堡 是改編自哪一國的小說 英國 正確 來 時間暫停 好險他們也有PASS 一個回合啦 61比49 看似差了 45 45 看似差了十幾秒對不對 16秒 不要忘了它有關鍵10秒 這樣他們差距只剩6秒 那剛剛有些題目沒有答對啦 對 那在台灣 把自行車騎到了騎樓 最高可以罰多少 可以罰新台幣300到600 它不但 騎樓喔 對 那可以罰啊 我都忍 你拍照檢舉 我都忍 等一下是你小孩嗎 不是 不是喔 還是你老婆 不是啦 我們走在路上 不 我們走在那個騎樓喔 人行道 後面騎腳踏車 騎那個U-Bike的 對 彬彬還在扒我 除非人行道上面 因為人行道它的那個 路口那邊都會有畫一條 然後會畫一個騎腳踏車的樣子 那個你就可以騎上去 但是還是要以行人優先 可是一般中南部那種人家房子的騎樓 那沒有標示 你不能自己騎上去亂繞 如果被抓到呢 是可以罰300到600元 是 小巨蛋開演唱會 其實它有規定喔 你必須 小巨蛋你整個售票的位置 你裡面要有5% 5% 是低於800元的售價 所以現在很多 大家就低於800 所以大家最低就800 就做到那種三四層樓高有沒有 山頂上的山頂 有時候如果凍子凍子還會癢 你知道嗎 對 不像那個山寨結輪 是 黑輪喔 大陸有一個黑輪嗎 它的票是越遠越貴 對 因為越遠越像 越像周董 對 但是說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是 也會有低於800 是 因為不是每個人最低都800 像劉兜華張學友來 按照規定最低就800 如果 可能 就是第一次 80還送一罐礦泉水 對 還不錯 還不錯 OK嘛 80對不對 一個便當都買不到了 還可以有飲料 還可以聽我唱歌 對 對不對 像胖虎開演唱會 我以為是大家悠遊卡 逼進去 你還可以幫我做支 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們現在S5題暫停對不對 稍微讓你緩和一下 關鍵10秒 你要怎麼使用 你要自己加時減時 或對方加時減時 你覺得呢 還是 你要不要換人 把這個難題 交給對方處理 對 燙手山魚交給別人 不要亂換 你現在氣正在望 加時間 你加時間 好 你要好運加持 你有加持 好運加持 還是你要扣他們 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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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變成55秒 差6秒而已 差6秒 差6秒 加持比較好 因為等一下是來賓先打 對不對 好了 已經加成55秒了 現在秒數相距也沒有很遠 大概一個題目的時間 對 差6秒而已 一個題目的時間 兩位可以放心的是 來賓先打 準備好了嗎 婉芸 好了 老師請出題 細藻的細胞壁加工之後 可以被作成什麼呢 細藻圖 正確 在奈良 哪一個動物會視作神明的使者 鹿 正確 在神隱少女當中 白龍原本是什麼的神明 PASS 下一題 成年人的血液 通常是由哪一個器官製造的 骨髓 正確 哪一種玩具可透過旋轉 來發出蟬的聲音 竹蟲 下一題 販售食品的冷凍櫃 溫度要在幾度以下 複死吧 正確 清廉趨勢是指哪一位唐朝的詩人 李白 正確 共多拉是哪一個國家的傳統傳之 義大利 正確 迪士尼哪一部動畫的公主 真實存在過 PASS 下一題 我看過世紀的宗教改革 以誰發表了95條論綱為起始呢 PASS 下一題 磁中之龍 是哪一個歷史人物的稱號 PASS 下一題 第一個成功複製的哺乳動物 叫做什麼呢 PASS 下一題 被稱為細胞的發電廠的 包氣是什麼 PASS 下一題 相見時難別以難的下一句是什麼呢 PASS 下一題 時間 十字很難 我們是錄的題目 好像比較難耶 沒有 到後面會比較難 對 他只要答對一題 PASS過去換碗他 因為一般意思節目就是 前面比較簡單 後面比較難 是 很少有前面比較難 後面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要一直挑戰到後面難的 沒有 前面比較難 後面比較簡單 對 對 好 那迪士尼哪一部動畫的公主 真實存在過 真的存在過 其實它是根據有一個歷史人物的原型 再去加以改編 其實就是風中其遠 它裡面的主角呢 是美洲的印第安公主 保家康帝 就真的有這個公主存在 不然其實你看像迪士尼的卡通睡美人 它就是安徒生童話去改編的 對 然後白雪公主 灰姑娘這些都是 但是風中其遠的保家康帝 是真的有這位印第安公主存在 是 剛剛還有一題 讓這個關主隊很緊張的那一題 竹 竹 拿著玩具會扣扣旋轉發出禪的聲音 然後它是竹字的嘛 所以你講到一個關鍵的竹 那它最後發出什麼聲音 禪 所以叫竹蟲 什麼竹蟲 然後它就想成竹蟲 就我們小時候在玩的那個 一個竹子 竹蟲 現在小朋友應該都不知道 好 那我們只好遺憾地宣布 A組挑戰18 太難了 來 我們歡迎B組登場 B組派出的是黃少虎 對 我們B組時間只剩60秒 沒有技能卡 那獲勝的話可以得到 有沒有把握 沒有 你可以啦 對啊 對啊 他在抑制節目裡面也算是成竹 對啊 他剛剛那個不是AHCP答得很好 很好啊 對啊 加油 連續那一個的氣息 加一個吸塵器 加一個吸塵器 好 知道 吸塵器你可以 車上也可以用 是 無線吸塵器 所以獲勝有吸塵器跟50吋的電視 電視 為什麼會加呢 應該是 最近都沒有上出去 是 我們這樣是要引戰嗎 我們也是服務觀眾 對啦 他要養老婆還要養小孩 要 好 準備好了嗎 一樣是來賓先打 好 老師 請出題 職業駕照 正確 2024年7月27日 哪一個核電廠的一號機停機 核三 正確 計程車職業登記證 考試分為幾個科目 兩個 正確 戲劇終極三國 黃少谷飾演哪一個角色 周瑜 正確 計程車職業登記證 多久查驗一次 一年 正確 轉轉轉運歌的MV 哪一個超商的吉祥物有演出呢 Open小象 正確 台北市政府位在哪一條路上 市政路 其他一題 2024美國總統大選 誰代替拜登競選 賀錦麗 正確 樂團舞樂天 具有誰擔任團長 怪獸 正確 巴黎奧運哪一國的選手 被拍到在觀眾席織毛衣呢 英國 正確 景點 艾菲爾鐵塔總共被分為幾層呢 三層 正確 台風已進什麼氣流 常讓台灣的中南部淹水 西南氣流 正確 常見的奶精 大部分的成分都是什麼呢 油脂 正確 新台幣200元紙鈔 背後是哪一棟建築 總統府 正確 常見的小吃軟管 是豬的哪一個器官呢 氣管 下一題 旅遊聖地斐濟 是七大洲的哪一洲 大洋洲 正確 哪一種血型的人 被稱為萬用鑽血者 O型 正確 電影《睦然回首》 原作是誰的漫畫作品 快 下一題 卸足腫 是因為傷口 產生的大量什麼 而造成的 直接倒 膠原蛋白 有什麼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對,他說這是什麼 膠原蛋白 對,這是開播以來 有設A、B組 B組第一個 成功成功 成功成功 而且還得到我們的加碼 吸塵器 帥 以後坐我的車最乾淨 沒錯 而且還有電視可以看喔 恭喜我們的游律師 晉升為游吳祖 對 還有他呢 那小芳應該也增加了一些紀錄 小芳本來呢 跟這個珍姨兩個不相散相 現在小芳也領先了 小芳勝出 幹什麼東西 苦中中 開心什麼 對啊 想不到最後謝祖總 因為傷口產生大量的什麼 而造成的 他製造式膠原蛋白 對 我相信你們也知道 還沒聽完 還沒聽完 時間就到了 就很可惜 對 所以他說還沒聽完 現在怪東怪西 在怪念題目的老師 但有一題 剛剛我們這個關主有一題 我們常 黑白切常吃到的軟管 軟管 其實它是豬的食道 因為食道這邊有一條雞肉 對,然後這個雞肉 其實它切出來以後 常常顏色就比較深合色 會偏黑色 所以又有人會叫黑管 所以我講到氣管 對,你講氣管 氣管 氣管應該是脆管 對啦 對 黑白切也有 黑白切的脆管 那為什麼 你們真的知道我演周瑜喔 知道啊 對啊 像他知道你演周瑜 比你得了這個50寸的液晶電視 你還要開心 真的 你剛剛問他 對啊,你贏了還贏嘴 你剛剛問他說 周瑜誰演 他都講黃紹谷 他不會講梁朝偉 你知道他心裡比梁朝還厲害 謝謝 好厲害 好的,那再一次恭喜我們B組獲勝 贏的心情一定要告訴大家 其實還滿開心的 我還真沒想到就是可以 不要說你沒想到 我們都也沒想到 我們都也沒想到 對 全面打成他樣子 對 而且你也不緊張 你就老神在在這樣 然後慢慢的把題目聽完 而且獎品有兩項 實在不好分 對啊 對,沒關係看他們自己 看他們怎麼分 看你以後想不想經過桃園火車站 對 對 或者是中彰化那個地帶 是 你們自己去商腦筋 那還是要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我們的關主 因為雖然今天沒有守住 但是之前幫我們守住了很多 所以每次還是要謝謝他們 是,那兩位關主也各增添了一項節目 對,然後問他們有沒有帶信用卡來 對 待會兒雙卡接账 對,那我們頂尖司機隊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再來 下次還有機會好不好 謝謝 來,今天謝謝兩隊熱情的參與 還有觀眾朋友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至多星 一起動腦筋 下次見,拜拜